菲律宾有超过1亿的人口 其中100多万是华人 占比不足2% 然而这个小族群却被认为 把控着菲律宾的经济命脉 从银行、交通、烟草、医药 到地产、通讯、饮食、零售 菲律宾最主要的行业 基本都是华人企业 占据主导地位 202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 菲律宾排名前10的富豪中 有8位是华人 而往后数的前20 前30名的富豪 也大多是华人 大家好 这里是财富密码 今天财富密码就和大家聊聊 菲律宾的五大华人富豪 看到最后 或许会改变你对菲律宾富豪的认知 如果你对这类型的金钱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 看过早期影片的观众 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很眼熟 他就是在菲律宾 用自己的快餐品牌 快乐风 打败了麦当劳 目前身价最少有13亿 他的旗下大约有16个品牌 有许多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品牌 永和大王 米其林餐听天好运 超群中式快餐店 格林味之披萨 红丝带甜品店 Smash Burger Smash 都是其收购成果 同时他也买下了汉堡王 Dankin Donuts Hydro Cafe Coffee Bean 本著名连锁餐饮企业 在菲律宾和部分中国 越南及马来西亚的专营权 小七他只不过是一个卖冰淇淋的小摊贩 无料遇到了经济大萧条 之后改卖三文治和汉堡 而这一作就让他做成了餐饮界的大王 靠着更适合东南亚人口味的快乐风 征服菲律宾人的心 还冲出菲律宾国门 吴施农是菲律宾顶峰控股总裁兼CEO 他的父亲吴亦辉 被称为菲律宾的李嘉诚 临世时甚至惊动了总统 全国上下为他的离去而哀悼 15岁的吴亦辉 为了抚养5个弟妹 开始踩着自行车 穿梭在宿武城里 四处叫卖肥皂 蒸线等杂舞 二战爆发后 在菲律宾物质短缺的年代 他看到了废旧品回缩的商机 挤在一艘长长载着咸鱼 大米等各类货物的翻船里 漂泊在宿武和马尼拉之间 贩售橡胶轮胎 二战结束后 他又尝试做进口贸易 20世纪50年代后期 菲律宾政府为刺激当地经济 加征进出口贸易关税 吴亦辉创办了加工玉米淀粉的食品公司 这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 但不久他就遭遇了残酷的价格战 而这场大战 让当时业内三分之一的公司倒闭 吴亦辉终于意识到 要取胜绝对不是靠价格战 而是靠打响品牌 于是他在那一年 立志要打造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 运用明星代言等一系列品牌营销手段 名声大噪 1961年他涉足咖啡业 以一个新兴企业的身份 挑战世界巨头 雀巢 凭着精准的产品定位能力 他旗下的Blan45咖啡获得大卖 成为当时最成功的咖啡品牌 和商业营销案例 经历了这场胜利 他开始赎案 品牌战略的重要性 并在不久之后 用大女儿的名字 罗宾纳命名 正式成立了 环球罗宾纳公司 如今这已是菲律宾 最大的品牌食品公司之一 后来成立的JG顶峰控股 正是业务庞大 在食品引绕 航空 房地产 石化 和金融服务等行业 均有布局 并大力投资 电力和电信行业 被认为 亚洲家族企业的成功典范 而让吴亦辉 基于厚望的接班人 正是他的大儿子 吴诗农 在美国哈佛大学 获得了工程和金融的两个学位 虽然顶着父亲的关怀 但他一开始 也是从基层做起 在食品部门 带一个小小的管培生 向超市都受零食 工资每月 只有2000比锁 家人都认为 虽然父亲开创了王国 但吴诗农面对的 是在极具颠覆性的世界 带领一家多元化的公司 无论是风险 还是挑战性 都更高 但显然 他做到了 甚至将财产翻了几倍 身家近16亿 创建于1890年的生理集团 是菲律宾最大的 食品饮品公司之一 旗下拥有香港生理皮 以及老鹰水泥等挂牌上市公司 旗舰产品 圣米格尔啤酒 已是菲律宾销量最大的啤酒之一 也是世界十大啤酒品牌之一 虽然酿造啤酒是集团的传统 但已将业务扩展到食品和包装行业 生理集团还涉足重工业 包括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 采矿 能源 收费公路和机场 不过 没有许桓哥 蔡启文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财富 同样 如果没有蔡启文 生理集团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谁是许桓哥 他曾是菲律宾最富有的富豪之一 他的商业帝国 曾一度占菲律宾国民生产种子的25% 在菲律宾政界 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他于1992年 成立了菲律宾民主主义人民联盟 曾与拉斯莫角逐总统大位 提起许桓哥 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堂界 菲律宾首位女总统 克拉松 阿基诺夫人 他的外甥 阿基诺夫人之子 阿基诺三世 也曾出任菲律宾总统 在很长时间里 许桓哥家族 可谓菲律宾正商界之塔尖家族 出了养民商界 一族出了两届菲律宾总统 也是极为少见的 与早期东南亚华裔富豪一样 许桓哥家族的祖上 也是靠唐叶发迹的 蔡奇文大学毕业后 他进入许桓哥旗下的 北方水泥公司工作 因勤奋能干 被提拔为公司经理 一般上 那么庞大的生意帝国 你会选择谁来继承呢 自己的亲属对吧 毕竟肥水不留万人田嘛 但神奇的是 在许桓哥去世前 就选择了 丝毫没有水源关系的蔡奇文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胜利集团掌握人 这种选贤与能的方式 让胜利集团步步高升 每年赚超过7000亿笔锁 蔡奇文也以20亿美元的身家 跟上富豪榜前十 吴聪满生于1952 祖籍福建省进江市 四岁时的他 跟着母亲移植到了香港 16岁又去往菲律宾马尼拉上学 吴聪满的家境并不富裕 后亲在一家半导体收音机场工作 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 所以他所能做的 就是勤奋努力 大学时 吴聪满做过家教 卖过手表 做过许许多多的兼职工作 午餐只能靠香蕉果腹 毕业后 吴聪满正式投入创业 最初是批发进口电器 出售给家电卖场 1979年 菲律宾乌汪尼省的康利酒厂 需要承包 吴聪满认为 要有一个工厂 就是拥有了前进的方向 于是从零开始 包下酒厂 建立酒厂事业 竭尽全力去学习一切 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然而零基础的吴聪满 开酒厂并不是那么顺利 一开始的失败 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他决定前往英国酒厂 接受训练 集训酒厂的经营 他在西方 学习了很多酿酒业的技术 这些技术 为吴聪满以后的酒业发展 打下了基础 回到菲律宾后 他迅速将酒厂移到马尼拉 并购买了酿酒设备 改良包装等等技术 原本菲律宾的酿酒市场上 只有两种酒 杜松子酒和狼母酒 为了打破传统酒市场 吴聪满直接开辟新市场 引进了 Amperado品牌的 白兰底 撕开市场的口资 颠覆了原本的格局 开辟新的90代 很快 吴聪满的白兰底 是菲律宾列酒销量第一 全球销量最大的酒厂 之后 吴聪满的商业帝国 逐渐扩大 成长为安德集团 向后进军房地产 旅游及博彩等等多项业务 当菲律宾遭遇变动和灾难 他甘冒风险 进军地产 他创立每家房地产公司 凭借对无人问津的 终端收入者房产市场投资 在地产界 一军突起 成为菲律宾 浩浩有名的地产大亨 2005年 安德集团购买下 菲律宾第二大快腔公司 GADC的49%产权 这家公司之前是麦当劳 在菲律宾的授权公司 平均每年要开50家分店 收益非常可观 2008年 武松满将目光 落在多元化旅游业身上 与利新邮轮有限公司合作 打造名胜世界地标 目前他身家大约30亿 是富豪榜上的第四名 截至2021年为止 这个家族已经作为菲律宾首富 霸榜19年了 翻开今年的富豪排行榜 你也会发现 从第三到第九名 一流富豪全都姓施 这就是SM集团创始人施志诚 和他的六个子女们 别看今年他们掉下来首富的位置 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施志诚 不信离世 才被拉下宝座来 施氏家族的SM集团 是菲律宾最大的企业集团 这个充满传奇的企业 由七家上市公司组成 核心经营业务 包括购物中心 百货超市 品牌零售 银行金融 房地产开发 与旅游产业级大板块 而创建这个商业帝国的施志诚 早年是靠卖鞋起家的 靠着把世界各地 各种各样的鞋子进口到菲律宾 几年时间就创造了卖出一亿双鞋的记录 获得鞋业大王的封号 靠着这笔资金 他又刷入百货领域 把长女斯蒂斯拉过来帮忙 在当年百货中心就只是能够买卖百货 没有吃饭 没有娱乐 于是 施志诚便把这些元素加进来 还融合了现在房地产和商业中心的概念 开创了整个亚洲超大型购物中心的先例 成为亚洲猫文化的先驱 1976年 施志诚收购了一家储蓄银行 最初主要是为书卖的业务往来服务 1996年 该银行改名为菲律宾金融银行 2004年 当菲律宾股市走低时 他的大女儿施志诗 就想当一回野蛮人 当时他建议家族 畅低大幅买进菲律宾第三大银行 建南银行的股票 他积极拓展金融银行有限公司的业务 并把家族企业 SM集团旗下各大公司的资金 源源不断的流入金融银行 而且这些都是大儿账户 金融银行正是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银行 菲律宾银行业的龙头 如今大女儿斯蒂斯 掌管集团旗下的银行业和零售业 拥有丰富的零售 商场开发及银行业务经验 他连续多年被俘不思杂志 评选为全球商界50名武强人之一 长子施俊隆 从事房地产业 二儿子施汉生 购物中心运营 休闲及娱乐业务 二女儿施美智 负责酒店行业运营 另外两个儿子 施汉明 负责家族旗下的食品业 施俊林 主管SM投资公司 增加超过160亿 总之这些华人富豪的故事 都足以拍成一部精彩绝伦的电视连续剧 他们当中有的白手起家 赤膊上阵 有的含着金钥匙出生 一生下来就可等着继承家产 不管背景如何 这五位超级大咖 都是靠自己努力 创下商业传奇 成为大家族企业集团统帅 关注财富密码 在积累财富的路上 少走vm网路 如果这支视频给了你一些启发 记得点赞 分享这支视频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们新开的IG moneylab.asia 我们下支影片见